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爱拼财汇吟》这首非常励志的歌绝对是耳熟能详 这首发行于35年前的歌 原唱是叶启田 此曲作者则是闽南语歌王陈百坛 陈百坛是个创作能力非常强的歌手 除了《爱拼财汇吟》 他创作的《风飞杀九国英雄爱情一阵风》等歌曲也挺火的 无奈这些歌曲多数是写给别的歌手的 而且年代已久远 所以他这些年来未曾大红大字 反而慢慢销声一几 日前有网友拍到陈百坛出现在足迹福建近江的一个农村的婚礼上 献唱家喻户晓的《爱拼财汇吟》 已经67岁的他 身着一身白色西装 精神气挺好的 为了让宾客了解陈百坛 现场还专门贴了一张大大的简介 放了他年轻时的照片 跟如今的他差别挺大的 虽说《爱拼财汇吟》这首歌不太适合婚礼 但陈百坛唱得挺投入的 后来还有一位长得很阔气的素人 上台跟他合唱 看样子像是新郎的父亲 肯花钱请明星来走学的婚礼 自然是讲究排场的 别看这是一场农村婚礼 即是现场布置的富丽堂皇 婚礼是在一栋豪华别墅里举办的 除了临时搭的棚底 显得有点廉价 其他方面看起来并不比很多明星的婚礼逊色 这样看来陈百坛到农村婚礼走学并不丢命 不过他还是引来了很多网友嘲讽 因为他太不火了 有的说他是六十线小明星 有的透露他的出场费只有三万 近半年来 陈百坛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建活动 多次出现在小型聚会上 每次出现都免不了唱一些闽南语歌 几个月前 陈百坛还参加了一场在台湾小县城举办的演唱会 但从简陋的舞台和逊色的嘉宾阵容来看 这样的演唱会的排场都比不上福建一场农村婚礼 出席这样的活动 显然赚不到什么钱 可以看出陈百坛就算愿意 商演机会也并不多 陈百坛创作那么多励志的歌曲背后 是坎坷的人生经历 他出生于台湾 家庭经济条件很差 所以品学兼优的他 虽然能保送上大学 但他放弃了 开始从事服务业 从1980年开始 陈百坛一边在餐厅打杂 一边写国语歌 但几年下来 给唱片公司投的稿都石沉大海了 他开始写敏南语歌 爱拼才会赢让叶启田唱火之后 他也有了名气 开始转行当歌手 一唱就是三十多年 当然 近些年他发的专辑已经毫无水花了 刚开始当歌手时 陈百坛过得很艰辛 他曾在节目中透露 风飞沙的创作背景 当时父亲和女儿遭遇车祸 每个月的医药费要上百万 而他的收入只有两万 工作之余 他还要经常到医院照顾家人 心力交瘁 当时陈百坛还要负责 八个兄弟姐妹的日常开销 本身就患有假抗病 却忙到虚脱的他 没少到医院挂掉针 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 他一度吃药轻生 陈百坛还有脊椎侧丸 遗传性糖尿病等救济 五年前他还自曝患上了绝症 命不久矣 引来很多网友担心 后来好友透露 陈百坛只是受假抗影响 情绪不好 误以为自己患了绝症 所以才发了那样的内容 索性 从陈百坛的近况来看 他虽然不富贵 但身体挺好的 陈百坛虽然早就过气了 但他创作的爱拼才会赢 依然会继续激励无数人勇敢向前 日前陈百坛上改变的起点真情大发 谈到自己人生不胜唏嘘 感性吐露命捡回来的时候 我就要反省自己 今天我为什么会活得那么不快乐 虽然写下爱拼才会赢 鼓舞许多人 自己却在面临人生最低潮时 选择吞下一百克安眠药 鬼门关前走一遭 生死体悟人生观 竟有了大转变 创作多首经典台语歌的陈百坛 当年无师自通 五年不间断投稿 终于进入唱片公司 当制作助理 陈百坛回忆刚来台北的半年 为了养家糊口 平均一天只睡两小时 当时对待大牌歌手 就像侍奉妈祖娘娘般谨慎 每天从录音室回到家 已经凌晨三四点 但她再累 也得撑着眼皮写歌赚外快 据报道 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风飞沙 更是她厚着脸皮硬炉 才求得歌坛大字大陈颖杰演唱的机会 轮到那个妈祖娘娘出篇了 我就赶快赖着脸皮 我说大字你帮我唱一下 你不唱 我没钱可以养女儿 她也蛮干脆说好 拿来子帮你唱 这一唱就让陈颖杰再创巅峰 而叶启天唱的爱拼才会赢 让陈百坛在华人世界无人不小 甚至从幕后转幕前出唱片 成为知名歌手 曾经穷到怕的陈百坛为了扫钱 一口气在两年内出了三张唱片 当时一天到晚都在赶场南北作秀 经常回到台北还得到医院掉点滴 假抗症状各种健康危机接种而来 那时赚来的钱不仅要养自己家 后来还奉母命 无条件照顾八个兄弟姊妹开销 掉头寸 被逼到走上绝路 陈百坛多年前曾淡出演艺劝 后来在有人的劝说下付出 这几年共推出了四张台语专辑 台语唱片公司的合约 在今年到期后 确定不会再续约 最让她不舍的还是歌迷 一眨眼也三十五年了 最感谢的就是不离不弃的粉丝 虽然很不舍 但我还是有自己的人生要过 提到退休后的第二人生 陈百坛表示目前没特别规划 就先把身体养好再说吧 想四处看看走走 顺便寻找适合余生长居的寺庙 但不会出家就当个居室了 而年老若是身体不适 会考虑到养老院生活 以后若还有命就去养老院吧 我也不喜欢麻烦家人 陈百坛过去曾有一段婚姻 之后几十年来都保持着单身 我早就已经独立惯了 凡事都自己来 对婚姻早没有信心 和来再找办的希望 目前凡事都还是靠自己打点 陈百坛夏月将推出歌坛生涯的 最后一张专辑 人生弱作戏 仿若唱出她一生的心路历程 同名主打歌结合了歌仔戏曲风 唱片公司邀来明华园歌仔戏合作 MV女主角由孙翠凤的侄女孙文姬单纲演出 台语歌王洪荣洪2013年 与交往14年的老婆陈诗宇离婚 隔年却爆出是因为由小三介入 才结束这段婚姻 卷入扯谎离婚风波 未料当年写出爱拼财会赢的创作人陈百坛 近日被她退歌 不满爆料她最近酗酒严重 导致嗓子已经坏了 就算有再好的歌 也就不回她的形象和人气 据苹果日报报道 创作人陈百坛日前接受红荣洪唱片公司老板邀请 特地帮对方写歌 未料不久后却遭到红蚁唱不来为由退货 让她心生不满 在脸书上怒呛 骗小仔 她是好几届金曲歌王啊 有神歌路可以难倒她的 认为要是不喜欢歌曲就直说 不需要刻意找借口 被红荣洪退歌后 陈百坛再度掀出陈年往事 透露当年自己写出的《风飞杀》和《爱拼》才会赢 一开始是给红 但对方并没有挑到 反而让别人唱红 讥讽 若她唱了也不见得会红拉 感激她没浪费我的心血 她表示 原本想帮红从昏变风波重新振作 没想到对方却不领情 更爆料红养成酗酒恶喜 嗓子变得很差 对此 红荣洪未作出回应 但红的弟弟则成青 哥哥嗓子没有问题 虽然已看待了名利 但陈百坛仍心系着歌迷 最感谢的就是不离不弃的粉丝 虽然很不舍 但我还是有自己的人生要过 至于退休后的生活 陈百坛说首要是把身体调养好 想四处看看走走 顺便寻找适合余生长居的寺庙 但不会出家就当个居士了 但如果身体不适 则可能选择到养老院 但一切都是会到时候再做决定 目前没特别规划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